金融市从国小音乐班毕业公演上 金融市议员佟同志伟与学校主任展现四首联谈的默契 让现场响起如雷掌声 不只参与毕业公演 佟同志伟还在学校招生影片中弹奏最夯的鬼灭主题曲 成功引发话题 结果109学年度从国小音乐班新生达到14人 时隔6年再次突破双位数 因为近几年来音乐班的学生的人数都没有突破到10位数字 那这一次我们很感谢佟同意员他对音乐班的关心 那在我们的招生期间 佟同意员也很帮忙的拍了我们的招生广告 那也谢谢这些媒体朋友们对音乐班的关心 那我们音乐班这一次的招生人数突破了10位数 达到了14人 对此同志伟感到相当开心 他透露有家长原本要让小孩到台北念音乐班 看到招生影片后决定回到基隆就读成功国小音乐班 刚好透过我们的招生影片宣传 然后就有很多家长在我们的脸书上留言说 他们要选择台北的音乐小学 还是我们成功国小的音乐班 那我们非常的感动 我们的招生有一点点的成果 除了有优秀的师资 在基隆市政府支持下 成功国小20间琴房设备将在纪念底完成更新 让音乐班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成功国小校内的环境 我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努力的营造一个更好的教学环境 不管是我们的跑道 还是我们的这个邮聚等等的空间设施 那我们今年也会跟教育处 共同来努力把我们的20间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教室 来做一个这个整修 让我们的音乐班有一个更完整的环境 另外学校活动中心也预计在暑假发包动工改建 未来将成为可容纳400人的多功能演艺厅 提供学生表演空间 也让艺术走入社区丰富市民生活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